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一份最新的 22个县市有感施政大调查 结果出炉 在县市市长施政满意度方面 基隆与花莲屏东三个县市的首长 同获金奖的肯定 拿下了非六都的第一名 打破了基隆市有史以来的民调记录 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 代表市长从主办单位手中 接下这份农药 根据最新的22县市 有感施政大调查 在首长施政满意度方面 基隆市花莲及屏东三县市 并列获得金奖 成为非六都第一 也打破基隆历年来的民调记录 在市议会进行施政总报告的 基隆市长林永昌 特别与市民分享喜悦 也觉得很荣幸 那这个我们得到非六都的一个第一名 我想这是对我们基隆市 不单单是我个人 其实对我们基隆市 还有所有市民的一个肯定 那我想我们也借我这样的一个认同跟肯定 我们让基隆的能见度 还有这个基隆被肯定的这个程度 我想我们让全国的民众能够看到 所以我想今天很高兴 这个也把这一分喜悦来分享给所有市民 根据这项调查结果 基隆市民对林永昌市政满意度超过八成 林永昌分析主要原因 可能与他近期发起台湾切西瓜 与323铁妈会等挑战活动 增加基隆全国曝光度 加上推动国门广场计划 创意拆除天桥等市政成果 林永昌除了感谢市民的肯定 也强调好还要更好 今年10月将登场的2021城市博览会 就是让国人看见蜕变的基隆 如何成为全国城市治理典范的最好机会 当然我们好还要更好 我们基隆还有很多要改善的 还有值得进步努力的一个空间 那特别是今年10月2号到11号 我们要举办城市博览会 这是我们整个城市进步发展的一个大验手 那更重要的不只是基隆 我们还希望能够为台湾未来城市的发展 指出一个方向 然后有许多大家未来应该共同努力 关心的一些课题 也会在这次城博会里面来做琢磨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期待拭目以待 然后我相信基隆在今年年底 可以让大家看到更不一样的一个基隆 刘昌强调对于民调结果 只要高兴一天就好 市府团队会全力加速完成各项市政建设工作 让基隆市民可以更大声骄傲的说 我是基隆人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 基隆市议会正在召开 为期一个月的定期大会 市长林武昌有备而来 这一次的市长施政总报告书 厚达188页 比以往各会期的报告书 多出了至少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内容 展现多年施政的傲人成果 也因此被部分议员解读为毕业报告 并预期10月份办完基隆市城市博览会之后 林武昌就会高升到中央 当内政部长 作为行政院长的实习生 林武昌如何回应呢 一起来关心 那我们基本上也这样判断 这一次有可能是林武昌市长 最后一次的市政总报告 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 我们虽然已经知道 高升交通部长已经梦碎 但是内政部仍然有机会 所以我必须要说 我们可预期的后面的未来 是8月28号公投之后 内阁如果改组 10月初我们在基隆市办完成果会 也就是我们林武昌市长的毕业典礼之后 他就有机会华力转身 然后从龙困浅滩的处境更上成楼 但是在你的报告里面 都显示出来 表示你是行政院总统的实习生 这个是对基隆很大很大的一个光荣感 希望能达到步步高升 这是我们基隆人的期望 所以我在这里看到这个内容 很高兴 其中你所做的是行政院的实习生 不敢说你以前要接下来 也是总统的好专业的主角 基隆市长林又昌有备而来 这次向议会报告的市长施政总报告书 更是厚达188页 比以往各会期的报告书多出至少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内容 展现多年来施政的奥人成果也因此被部分议员解读为任内最后一次的毕业报告 并且预期10月份办完基隆城市博览会之后 林又昌就有可能高升到中央当部长 也作为行政院长实习生 林又昌则强调感谢议员们的支持和肯定 身为基隆市长 就是做好市长的工作建设好基隆 毫无其他悬念 我想我们把基隆市做好 尤其今年10月份还有城市博览会 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 其实我也曾经一直讲过 我现在的身份跟角色就是基隆市的市长 我们市府团队都很认真 而且都有很好的一个成果出来 市民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个鼓励跟支持 我的工作就是把基隆市市长的这个角色扮演好 把基隆市的市政做好 我觉得谢谢很多议座的一个肯定 其实我这几年也非常谢谢议会的一个支持 让整个市政其实都能够很顺利的一个推动 所以基隆这几年有许多的一个进步跟发展 是很多人一起努力付出的一个成果 包括市政府包括市议会 还有很多市民还有专业团队的一个参与 所以基隆市的成功的这份光荣 还有这份成就其实是属于所有的基隆市民 那也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鼓励 然后继续支持基隆市的市政 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而议员也指出市长林又昌在高升中央后 是否已经有代理市长能选的考量呢 接下来几点的批评 我觉得会是接下来代理市长准备接手做的工作 而代理市长到底会是谁 这件事情我相信市长也会慢慢慢慢把人选在心中浮现 那这个部分我也想麻烦市长 让我们知道不管未来代理市长是谁 他会如何延续您前面的施政 林又昌斩钉截铁表示从来没有想过 市长有代理市长的人选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好谢谢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母亲节快到了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特地林又直询休息的时间 执政康乃馨给每一位问证的市议员 及背询的市长林又昌和市府官员们 感谢大家的辛苦 也向全天下的母亲致上最高的敬意 谢谢妈妈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到了 而基隆市议会正召开定期大会问证 监督市政为名喉舌 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特地利用休息时间 致政康乃馨给每一位问证的市议员 以及背询的市长林又昌和市政府官员们 不分男女议员和官员 家中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 感谢大家的辛苦也向全天下的母亲致上最高敬意 表示一点诚意 所有我们县长的妈妈们 年轻的妈妈 长的妈妈 还有我们所有基隆市全国的天下的妈妈们 大家天天健康 然后大家母亲节快乐 谢谢医长 母亲节快乐 收到康乃馨的喜悦和笑声也为严肃的意识问证中 带来些许母亲节温馨的柔和气氛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而受到少子化音速的影响 基隆市成功国小音乐班从1030年度开始 年年招生人数不满10人 今年毕业班的学生只剩4个人 不过在基隆市议员童姿卫弹钢琴当火广告 加入毕业公演行列制造话题后 让成功国小音乐班今年招生创了近6年来的新高 一起来看看 基隆市从国小音乐班毕业公演上 基隆市议员童子伟与学校主任展现四首联谈的默契 让现场响起如雷掌声 不只参与毕业公演 童子伟还在学校招生影片中弹奏最夯的鬼灭主题曲 成功引发话题 结果109学年度从国小音乐班新生达到14人 时隔6年再次突破双位数 因为近几年来音乐班的学生的人数都没有突破到10位数字 那这一次呢我们很感谢童议员他对音乐班的关心 那在我们的招生期间呢 童议员也很帮忙的拍了我们的招生广告 那也谢谢这些媒体朋友们对音乐班的关心 那我们音乐班这一次的招生人数呢突破了10位数哦 达到了14人 对此童子伟感到相当开心 他透露有家长原本要让小孩到台北念音乐班 看到招生影片后决定回到基隆就读成功国小音乐班 刚好透过我们的招生影片宣传 然后就有很多家长在我们的脸书上留言说 他们要选择台北的音乐小学 还是我们成功国小的音乐班 那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的招生有一点点的成果 除了有优秀的师资 在金融市政府支持下 从国小20间琴房设备将在今年底完成更新 让音乐班学生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成功国小校内的环境 我们也非常积极的在努力的营造一个更好的教学环境 不管是我们的跑道 还是我们的这个邮具等等的空间设施 那我们今年也会跟教育处共同来努力 把我们的20间的这个音乐的这个教室 来做一个这个整修 让我们的音乐班有一个更完整的环境 另外学校活动中心也预计在暑假发包动工改建 未来将成为可容纳400人的多功能演艺厅 提供学生表演空间 也让艺术走入社区丰富市民生活 记者张启辰金融报道 基隆祥峰街一带 因为自来水管线的老旧破管漏水严重 但紧离中油管线 太患有难度 经常羞羞不步 经过基隆市议员张浩瀚的协调 台水中油决定要同时施工 预计六月底前可以完工 怪手不断的施工开挖 地底下的自来水管线已经老旧 而井陵旁不到30公分 就是中油管线 这是自来水 中油的呢 自来水管线老旧 加上中油管线就在上方 让金融祥峰街一带 老旧管线泰患不易 造成这条路漏水破管率高 长期以来只能东补一块 西补一块 主要其实在2019年的时候 自来水公司就有规划 祥峰街要做自来水管 泰患的一个工程 但是呢 其实在探挖的时候 才发现说 在上方有中油的一个油管 那其实自来水管的一个破损 也导致了所谓的 祥峰街的路面 其实破损了相当的一个严重 祥峰街到处可见 像是贴药膏一样的修补方式 为了彻底改善路面品质 就用市议员张浩瀚 邀请了台水中油等单位 到现场会刊 目前工程 已经在4月19号左右 进场施作 现在这些管线 已经达到我们的 玉林泰患的一个期限了 那因为我们之前就是说 这个计划就是 我们当初的那个破管 破管的那个次数很高 所以我们就是说 再加上我们现在中油的管线 也是要做泰患 那我们就是说一并 就是我们两边的公司 在共同来办理这个泰患的工程 在经过我们办公室跟中油 还有自来水公司的一个协调之后 那终于在顺利在今年 要进行所谓的自来水管 及油管的一个泰患的一个工程 那其实这个工程进行了之后 除了可以维护我们自来水用户 基本的一个权力以外 那另外也可以提供我们 小梦界的住户 其实长久以来 这个马路上面的一个困扰 可以一次来做一个解决 泰患工程 预计在六月底完工 厂商每天都会派 一交人员协助疏导交通 降低对通勤通学 及交通的冲击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再带你来看 新冠肺炎的疫情未减缓 各医疗运所的设备 是防疫后盾 既用此回狮子会 就捐赠了急诊室的推床 护理专用车及轮椅 给三军总医院 记忧院区 希望家会记忧相亲 让医疗品质更完善 护理人员亲自示范 操作急诊推床的使用方式 一旁记忧慈悔 私职会的会友们 听得很仔细 包括两张急诊推床 还有护理专用车及一张轮椅 全都要捐给三军总医院 基隆分院态患设备 基隆指挥师指挥 今天来到三军总医院 分院做个社会服务 我们这个是 国际私职会的 LCIU回复款 跟我们指挥师指挥 一些款项 合作起来买的医疗设备 捐赠给三军总医院 希望医院能用得到 我们民众也能用得到 送上全新的三项医疗器具 基隆慈悔私职会 有建于医院设备使用率高 往往还没有到胎患年线 就需要更新 特别捐赠急诊推床 不理专用车和轮椅 希望加汇基隆地区的居民 这个对于我们在执行医疗工作的话 有非常大的帮助 特别是在现在疫情 肆虐的时候 如果有这些医疗设备的帮忙 让我们在对抗疫情 执行医疗的工作 都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也算是对我们一个非常温暖的支持 新冠肺炎肆虐 医疗院所设备使用率高 此为私职会希望抛砖引玉 发挥小小力量 爱心不落人后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要带您来看好消息 金国学院餐旅厨艺管理系四季三年级的 陈品安同学夺冠胜出 我们带的这七位选手 拿到了法国美食协会年轻厨师的冠军 他们都有共同点 第一个就是他们对厨艺的热忱 第二个是他们不怕辛苦 我也希望他可以坚持 然后把台湾的厨艺推向国际 竞赛最大的特色就是以黑盒子的方式来举行 所有参赛者完全不知道食材 必须凭借着对料理的经验 根据现场公布的食材来设计菜单 严格考验每位参赛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 品安将海胆变成泡沫 马铃薯变成面疙瘩 羊肉有坚果香 以及带果香的清新甜点等创意 入获了16位评审青睐 报回了冠军 我在前菜部分 我的色调 还有一些烹调手法 我会选择一些比较新颖的手法 像还有含有一些比较多的分子料理 现代厨艺的部分 来呈现出大家带入 这个套餐中的第一个视觉效果 这台是主菜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它主要还是大家是希望有吃到一个饱足感 这台是一个味道上的冲击 所以我选择它是一些比较传统 比较一些味道浓郁的料理方式 来呈现出食材该有的味道 让大家达到说这整道菜的高峰 最后的甜点的部分 我希望它有一个很完美的结束 所以在摆盘上它会比较干净一点 然后颜色上也会比较显眼 最后它的冰淇淋部分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束 所以它会香气十足 味道也比较清新一点 金国校方在赛前给予品安最大的协助 不只模拟拿到各项食材的情况 更对较弱的科目补强 像是甜点就是一大挑战 第一次带西餐选手然后要学甜点 其实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品安他在学上的时候他真的蛮认真的 而且很容易会举一反三 在考试黑盒子里面的时候有了什么食材 然后他有办法可以举一反三做出来 这才是最重要的 品安感谢桃园育远高中餐饮科的 颜不韦老师引领他进门 更感谢金国所有师长给予的协助 9月他将前往法国巴黎蓝带学院 将与23个国家的冠军 教筑世界总冠军 预祝平安 旗开得胜 为国争光 法国巴黎我们来了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为了要帮助单身朋友扩大交友权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与台北下海城皇庙 合办了爱情与你相约大道成的单身联谊活动 区公所特别安排参加的民众 走访大道成爱情产业链 并搭乘爱之船 欣赏河岸的美景 增进彼此互动 化解尴尬 速配成功 如果在一年内结婚的 还可以获得区长的祝贺红包 搭乘爱之船 欣赏河岸风光 在浪漫的氛围中 增进彼此感情 大同区公所与台北下海城皇庙 合办爱情与你 相约大道成单身联谊活动 安排走访大道成爱情产业链 以及到大道成码头搭乘爱之船 参加活动还可以获得好运祝福礼 我们首先呢 会去下海城皇庙拜拜 祈求月老的祝福跟保佑 之后我们就去印花乐做手作 然后我们刚才走了那个大道成 走读了一下大道成的风情之后 现在我们要上爱之船 待会呢 就让单身男女们呢 在船上呢 好好的认识一下 谈情说来一下 那我们大同区公所呢 还为那个单身男女朋友 准备了这个爱情的小礼物 有我们的嘎嘞地亚还有我们的祝你好运 重点是我们4月8号才开幕的大道成码头 我们准备了美食券 让大家呢等一下下船之后呢 就相约到码头上去享用美食 然后还有我们侠海的爱情祝福的手运带 还有那个平安符 所以呢礼物非常的丰富 单身联营活动吸引了40位的未婚男女报名参加 为了制造浪漫的粉红泡泡氛围 去公所更精心安排丰富游臣与活动 帮助参加者化解尴尬增进情感 就因为可以跟一次跟很多人聊 所以可以一直脑力激荡 然后认识不同的人的个性 然后她的兴趣这样子 城隍庙拜拜 然后就是讲解员讲解得很清楚 对觉得公所这一次就是办得非常的好 单身联营啊要他们自我介绍 表演才艺 吃饭都好尴尬 所以我们故意把这个单身联营 设计成一个游城 就算是呢 没有遇到新的对象也可以交朋友 素配成功者还有月老加持的素配礼 而一年内结婚者 可再获得区长祝福红包 就是要让来参加的单身市民朋友 快快脱单 立马找到幸福 记者零席欢迎台北报道 2021文学季 寻城季特展开跑楼 展区买入了41座书店 咖啡馆戏院音乐场所的 台北艺文场域记忆 邀请民众寻着线索 一同回溯台北的发展 与文学的踪迹 传奇乐霸的彩色霓虹招牌 咖啡馆的精致杯盘 戏院售票口 餐厅空间等物品 唤醒大家对台北城市的记忆 2021台北文学季 寻城季特展开幕 邀请民众借由观展过程 寻找城市与文学的紧密连结 发现丰富的人文样貌 无形的文化 透过很多的形式 文学 音乐 戏剧 舞蹈 甚至还有一些建筑 基本上都会留下来 而这个留下来的记忆 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记忆 所以能够把寻城 要寻找台北城 或者走寻台北城 将来作为我们今年文学季的主题 展览的主题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而去年办理的探索城市文章 征建活动 从300件优秀作品 挑选出实践精选展示 书写城市记忆 还有立体高低错落的策展箱 各种时空故事相互交织 让民众一窥 城市的多元文化 台北建成已经137年 台北市建市也101年 历史辉煌 宝藏无穷 我想文学是其中 最具有时代价值的象 谎文世界许多 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称名字 来先用黄春明 林海英 郑清文 书国志 朱天文 若已清文响等等 我想他们都用最美妙的文字 寻说了台北 把台北的魅力表现出来 许多人也借此阅读台北 想象台北 建后台北 我们这次有咖啡厅 西月有唱片行 然后有所谓的 我们每一个时代 大家都会到了地方 那以后我们就会窜起来 然后知道说过去有同样的人 在这一块土地上关心的这里 书写这里的人 书写这里的故事 那我参加其实台北武学记 我们用不断的方法 我觉得这是让所有人会得到感动的 台北的大街小巷 充满了动人故事 且处处可以找到文学踪迹 主办单位透过解谜闯关模式 让民众在观展过程增加游戏区位性 摆件珍藏物品不容错过 记者汪军台北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零时差 立即升级Home Plus TV 光纤上网加有线电视799元起